短持世锦赛张宇飞亮相50字 中国闯入两项接力决赛 北京时间12月21日消息 2021年短持游泳世锦赛 在迪拜继续进行 中国队在女子两个接力项目 闯入前八挺进决赛 唐前亭在女子200米挖泳预赛 排名第12位无缘决赛 女子4成5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 程玉杰、张宇飞、朱孟慧和吴清风组成的中国队 游出1分37秒49排在第5位进入决赛 美国队以1分35秒88排名第一晋级 荷兰队和瑞典队分裂2、3位 接下来的男子200米杨勇预赛 中国队的王谷开来以1分55秒 两排在第22位被淘汰 女子200米挖泳预赛 上个比赛日拿到100米挖泳冠军的唐前亭 再次出场 只游出2分22秒15的成绩排在第12位 他无缘决赛 俄罗斯勇携的齐库诺娃 以2分19秒56排名预赛首位 男子4成100米混合勇接力预赛 宋宇宽 谭海洋 王长浩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 游出3分30秒32排在第10位 他们无缘决赛 俄罗斯勇携代表队 以3分25秒1排在首位晋级 女子4成100米混合勇接力预赛 中国队派出万乐天 于一亭 朱家明和程玉杰的阵容 前两棒中国队排在前三位 可第三棒蝶勇被对手甩掉 交接棒时跌至第四 最后一棒自由勇 荷兰队迅速超越了程玉杰 成玉杰之后奋力追赶 仍无法超越瑞士队 中国队以3分57秒20排名小组第五 综合两组成绩 中国队排在第八进入决赛 瑞典队位居首位